甄嬛传《玉饶比幻璧强》在哪里? 从他对姐姐甄嬛说的这些话就能看出 剧中玉饶因为长得比姐姐甄嬛更加的像纯元皇后 所以皇上想纳玉饶进宫为妃 结果玉饶拒绝了 他和姐姐甄嬛说真玉饶是真玉饶 只可独一无二,不能为人替身 而甄嬛听到之后 回了一句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 而反观幻璧呢? 幻璧跟着甄嬛入宫后 看到甄嬛受宠慢慢的救济度 同样都是真家的女儿 为什么甄嬛能当小主 而自己只能当丫鬟 所以就开始打扮自己勾引皇上 也想要飞上枝头为凤凰 但却被皇上一顿羞辱 三人同样都是真家的女儿 幻璧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 还有养成的习惯不一样 也造就了他不能和甄嬛 玉饶有同样的性格 从玉饶对姐姐甄嬛说的那番话中 就可以看出玉饶比幻璧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